第26集 千丝残,又称傀儡虫,是一种早已经绝迹的修仙界的上古灵虫。 与其他文明侠尔的上古灵虫妖兽不同,它本身没有任何的力量,就其本体的实力来说,就着一个普通的鸟也能把它吃了。 但是呢,当它的天赋神通发挥到极点的时候,哪怕是上古大神通之辈,也得绕着它走,不敢招惹。 为什么说呢?千丝残所土的丝被称作千丝,泛金光,水火不侵,刀剑难伤,弹性极佳,更善粘年,被它粘上,绝对脱不了身,厉害的地方来了。 它成年之后呢,就隐藏在暗处,用这千丝啊,偷袭过路的强者,以剪腹之,再将丝顿入这个被偷袭者的翘穴,吸其精血,化其肌肉,仅剩下皮肤,筋膜,骨骼不伤。 然后呢,看上去在外表啊,这强者没有什么变化,之后呢,这千丝残再以自己的丝线牵着它,就像是指挥傀儡一样,指挥着这傀儡,欲敌捕猎,无往而不利。 更为诡异的是,千丝残所制成的这傀儡啊,竟然能够保留一身的,没死之前的修为,自此不增不减,直到千丝残死去,或者傀儡的身子被毁, 才能解脱。当一只千丝残活得越久,控制的这傀儡越多,它就越强大了,若不是他们控制尸体,也有极限所在,而且呢,真身也过于弱小了,不然呢,单就是这门神通,就足以让他们称雄天下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前辈修士通过典籍,了解到这种灵虫的时候,就曾经怀疑啊,死于其刺茧之内的妖兽,修士,灵魂皆不得脱,而是被束缚在躯壳之内,攻其驱逝,那太惨了。 可惜呢,当今的修士也只能猜猜了,因为在上古大劫之际,千丝残本体太软弱了,这就成为了他们的致命伤,从此之后,千丝残的踪迹,再也没有在修仙界当中出现过。 料想啊,是不是已经灭绝了?不曾想,今日张凡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小的地穴当中,找到了活生生的千丝残出来,也不怪他欣喜若狂了。 当年的情形,他也能够想象得到啊,想来,这里曾经是某只千丝残缠软的地方,天地大劫来临,地穴被天然的生成的禁制封死了。 而残软的母亲呢,估计死在了这洞穴之外,没能回来,这下可惨了,这残宝宝孵化出来一看,傻眼了,妈妈在哪呢?四周都是墙,外面还有禁制,这可怜的幼小的千丝残宝宝,也就只能在这个小居室里边繁衍生息了。 好在这地穴里还有这么一个弱小的灵犬,可以供他饮食,而千丝残本身呢,又是雌雄同体,只怕这可能是这修仙界最后一只千丝残了。 你看,也到了张凡的手中,现在这只千丝残,没有傀儡可供驱使,自己在这洞穴里面,本身呢,更是虚弱的连这丝都吐不出来了,简直是手到擒来啊。 一边暗探着自己的运气,这张凡呢,也掏出了一个零售袋,就把这千丝残宝宝小心的装入其中,还不忘啊,里边头上点这个益气单啊什么的,也不敢多头,是吧,量太大了,这不行啊,既不能让这宝宝死了,也不能让这千丝残宝宝立马恢复元气,把自己再做成傀儡怎么办呢,是吧? 先怎么搁着吧,到了哪儿,想到了处理的办法,再拿出来把它打算打算。 满足了拍了拍,心挂在腰间的零售袋,张凡又两眼放光的,把这目光投向了四周,堆积如山的残茧之上。 这些残茧显然呢,就是袋子里那个千丝残宝宝的祖先留下的,虽然营养太差了,这些千丝的水平也许还赶不上这典籍当中记载的那么强,水火不侵,刀剑难伤,不过呢,就自己这水平啊,用它们是足够了。 在看到这些残茧的一瞬间,张凡呢,已经设想好了用在什么地方了,他的玄金滚符上所用的赤金丝还是有所不足的,虽然非常锋利,但是弹性不足,粘性不足,强度虽然够了,但是不耐水火,咱就以张凡为例吧。 如果他自己就被这样级别的赤金丝束缚住,瞬间呢,把体内的火焰放出,就能把这赤金丝融化,脱困啊,现在好了,只要把这千丝掺杂其中,就能弥补上他的缺陷,使这玄金滚符真正成为一件最强大的顶阶法器。 等他练气之道愈加精进的时候,也未必不能让这玄金滚符再上一阶呀。 只是不知道这千丝够不够用啊,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呀? 张凡小想了一下,忽然脚下猛的一跺,脚掌触底的同时,一道道火焰圆环如水波般的扩散开来,撞击到了墙壁上,有飞速的弹回,与后来的波纹交杂震荡,使得整个地却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半晌之后震动停歇,他把绣袍一挥鼓起一阵威风,在那些丝茧上拂过。 威风到处,九层以上的丝茧都化成了粉末,飘洒在了地上,剩下的那些则如镀尽了结波一般,散发出金芒欲发地夺目了起来。 大略地数了数,张凡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嗯,不少,足够了,剩下的这些呀, 不仅可以把这玄金滚服重新炼制一番,甚至还能想到了这些千丝的用处, 他不由地想起来乾坤袋当中的那件顶级法器补天网。 这件得自于南宫义的法器,他根本就没想要动用, 为了他暴露出酒火炎龙珠的下落,那太不值了,是吧? 不过呢,现在有了千丝就不一样了,把他掺杂进去,重新把这补天网炼制一番, 不仅威力大增,想必呢,这补天网呢,融入其中啊, 谁也别想把他认出来了,自然呢,就可以放心地拿出来使用了。 想到兴奋处,张凡脸上笑意见浓啊, 深觉之前的接连遭遇,十一回追杀,不算冤枉, 单单的这些千丝的价值,就值得他再亡命个十来回了, 更何况还有一只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这个天才灵兽, 千丝残在手,真是太值了。 张凡感叹着,挥手把所有的千丝剪收起, 准备找一个灵气充盈的地方, 好好的把这玄金滚符和补天网重新地炼制一番, 也好多少改变一下现在啊, 仅仅能够单靠九火炎龙珠防身的局面。 重新炼制这两件法器, 不过是把两种丝线做一下融合, 再加上强大的浸制而已, 也不需要太高的火焰温度, 以九火炎龙珠当中充沛的火源之力足够了。 心中想着两件法器的炼制细节, 他从地穴里面漫步而出, 重新回到了小山谷当中。 宝物到手这样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好留意的了, 张凡随意地望了望两眼, 就打算取出飞云舟离开此地。 就在此时, 他的动作忽然一顿, 目光再次在周围的地面上一扫而过, 眉头当时就皱起来了, 原本满是笑意的脸上, 转眼间一片铁青啊! 神识骤然放开, 如暴风骤雨般的横扫而过, 随即神色郑重地转身, 面向了不远处的一小片灌木丛中。 啊, 各位道友, 你们也看够了吧。 张凡面向灌木丛冷然说道, 之前他为了寻找地屑, 在这整个小山谷里徒步走了好几遍, 对这里的环境有了大致的印象, 因此才能够在出来的第一时间, 便发现有外人到来的痕迹, 这才立即放出神石, 捕捉到了他们的气息。 否则啊, 欢喜之下一个不察觉, 真可能让隐藏在周边的这些人蒙棍过关了。 出来便出来, 小白脸, 你想怎么样啊? 张凡话音刚落, 一个粗壕的大汉随即嚷嚷出来了。 伴随着这声音, 一条长满了落腮胡子的大汉从灌木丛中一跃而起, 粗大的胳膊还搭着一个干枯的小老头。 这小老头呢, 几乎是被大汉拖拽着出来的, 想必之前呢, 他可能在旁边竭力地劝说, 阻止, 别生事了, 不想那大汉脾气太暴躁了, 才有了眼前这一幕。 你想怎么样? 张凡文言顿时面沉如水。 同时, 灌木丛又分开了, 又有一男两女从当中走出来了, 和这大汉与小老头站成一排, 好家伙, 怎么五个人呢? 张凡的神识再次在谷中扫过, 确认除了眼前这五个人没别人了, 这才又把这目光放到了他们的身上。 这五个人的修为都在炼气期十层左右, 老者高一些, 大致有十一层水平, 最后出来的这个书生打扮的青年最弱, 和张凡一样, 都是九层。 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来看, 大汉, 老者和书生, 这三人都是幻魔道的修士, 中年女子和满脸稚气的少女, 则是御灵宗的门人。 看他们在一起的态度, 显然关系非常好, 不然的话, 在无回谷这么一个地方, 即便是同门, 也往往不能相互信任, 更何况是别派的修士人。 当然了, 这样的情况也不奇怪, 想来呢, 他们都应该是散修出身, 只是呢, 林了分别投入到了不同的宗门而已, 之前就认识。 散修因为修行困难, 之间的关系往往有两种, 要么就是散修之间出生入死, 亲密得如兄弟姐妹, 远胜一些宗门当中一起长大的师兄弟, 要么就冷漠得很, 单独行事, 对其他所有的人和事, 毫无信任可言, 眼前这五个人显然就是前者了, 关系铁得很。 啊, 刚才呢, 诸位也已经看见了, 张帆打量完他们沉声问道, 老者闻言正想说什么, 被大汉嚷嚷的声音完全盖住了, 看见又咋的, 老子不招惹你, 是你小子祖上积德, 再敢啰嗦半句, 把你窃了喂狗, 按我说呀, 宰了他得了, 老陈你就是麻烦, 劝我干什么呀。 后半句是对着正拉扯着他, 说和的老头所说的, 听完他这话, 张帆也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 只是自嘲地笑了笑, 是啊, 还费什么话呀, 大五行破禁术, 这已经是他最大的秘密了, 虽然不知道这五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但是只要有盯点的可能, 看到自己破解禁制那一幕的话, 即便他们本身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只要出去对别人一说, 不销一个月, 毕竟就有高阶的修士找上门来向他打听, 大五行破禁术, 我交出来, 不交出来, 我就杀了你, 是吧, 要知道啊, 这样的法门, 在张帆这个修为低下的炼器器修士里边, 算是明珠暗头了, 若是落到结丹器的宗师, 或者说是元英老祖这样的前辈手中, 那才真正能够发挥出他的作用, 没有人面对这样的奇术能不动心, 而且这样的奇术一定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即便是他肯全盘托出, 别杀我, 我交给你, 交给你, 也肯定逃不出被灭口的命运, 既然已经注定如此了, 是自己被灭口呢, 还是把看到自己这奇术的别人灭口, 那还用选吗, 是吧, 想到这儿, 张帆的眼中一抹寒芒闪过, 杀意大胜, 这个时候, 那个叫老陈的老头终于安抚住了大汉, 上前对张帆行了一个礼, 说道, 哎, 小兄弟啊, 别介意啊, 小老儿这位朋友生性如此, 其实呢, 他没有什么恶意的, 哦, 张帆不置可否, 目光却在两女身上的灵兽袋, 以及其他人的衣物上扫过, 暗暗地判断着他们的家底和实力, 啊,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这位小兄弟, 你尽管放心, 老陈继续慈眉善目地说道, 出门在外考朋友嘛, 这乌灰谷里边如此危险, 更应该避免无畏的争斗, 小兄弟, 你说, 老儿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看着张帆不置可否的样子, 老陈身边, 书生打扮的年轻修士也插口道, 啊, 这位朋友, 你也不要太咄咄逼人呐, 别说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即便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难道你就要杀人灭口不成吗? 说着, 他的目光啊, 还在四位同伴身上扫过, 最后呢, 又转到了张帆的身上, 突然之间, 张帆好像在这书生的目光当中 看出了一丝异色, 随即, 手一翻, 一把暗红色的飞剑出现在自己的掌心当中, 随即飞剑上光芒闪过, 有形化作无影, 瞬间消失不见了, 小心, 老陈见状大惊, 一边把手探入乾坤袋当中, 一边大声喊道, 他们五人除了老陈生性谨慎之外, 其他人多少都有点漫不经心的意思, 也是啊, 他们五个人呢, 差不多都是练气七十层的修士, 而张帆这边只有一个人, 只有九层修为, 他们又如何会放在心上呢? 火影剑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化作了一抹红影, 直接插向了大汉的胸口之处, 毕竟是散修出身啊, 争斗的经验非常丰富, 老陈一声发寒, 大汉立即惊绝了起来, 火影剑尚未临身, 一件半人高的大盾, 就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这还不算完, 紧接着又有一道光照腾起, 将自己照在了里头, 估计是金刚符之类的灵符所画, 做完这一切之后, 大汉立马从乾坤袋当中, 取出了一把紫金色的大刀, 就带上前, 将胆敢偷袭自己的家伙劈死, 不曾想, 这大刀刚入手, 大汉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 飞剑化成的火影轻轻一触, 这大盾碎裂, 紧接着光照崩碎, 他只来得及把这紫金大刀挡在身前, 飞剑已经临身, 先是火星四剑, 紧接着一阵金铁交击的声音, 然后便是什么东西破碎的声响, 再之后, 大汉只觉得胸前一疼, 好像有无数的利刃插入, 灯石下的魂飞魄散, 快起来, 就在他闭目等死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老臣交集的声音, 连忙睁眼低头一看这才发现, 原来啊, 刚才这一击之下, 他的紫金大刀碎成了无数块, 只剩下一小半截, 还握持在自己的手上, 身上的痛感呢, 正是这大刀碎片被这距离反振, 倒插到自己身上造成的, 我还没死啊, 大汉愕然抬头, 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